在這系列的短片,我們介紹了情緒的功用 以及用相反行動調節情緒的方法 我們在上一條影片介紹了悲傷這種情緒 以及如何逆流而上,用相反行動來應對 如果你未看的話,就快點去看吧! 今次這條影片,我們會為大家介紹應對內疚情緒的方法 回想一下,你有沒有曾經做過令自己內疚的事? 例如,試想像以下的情境 小吉約了好朋友小雲在星期日的早上看電影 預了一天,他們已經賣好戲票 誰知小吉翌日醒時,看時間已經是下午1時,電影已經播完 打開電話,小吉見到小雲原來早上打過很多次 亦發了很多訊息給他 這時候,小吉的內心湧出內疚的感覺 糟糕了,為何我會睡過了? 弄得小雲找了我這麼久,還看不到電影 內疚感出現時,我通常都是因為我們做了一些違反道德價值 或者傷害到其他人的行為 內疚感可以促進我們去修補這些行為帶來的後果 並防止日後重度覆轍 不過,當我們陷入內疚的感覺 有時候會很衝動地承諾以後都不會犯相同的錯 又或者反轉走另一個極端,去否認所有責任 我們甚至會用有害的行動去處理內疚的感覺 例如,對我們傷害了的人大發雷霆 又或者過度地懲罰自己 我們可能會躲起來,躲下頭,或哀求寬恕 這些反應可能會令內疚的情緒持續或增加 並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感到內疚時,可以先反思一下這個感覺背後的原因 再選擇適合的行動 如果我們真的做錯,我們可以做相反的行為 就是直接面對 例如,我們可以坦誠地面對內疚感 並慷慨地承擔行為帶來的後果 例如,在影片開始的故事中 小吉睡過龍失虐,令朋友小雲錯過了電影 他其實可以坦誠向小雲道歉 對不起小雲,我今早起不了身 搞到你都看不到電影 並且作出合理的補償 我們再約一個時間看吧 今次我請你看電影 今次不如約下午吧,這個時間比較穩陣 面對內疚感的時候 最重要是盡力修補行為帶來的後果 並且切法避免這個行為再次發生 這樣做不僅有助減輕內疚感,亦有助改善關係 有時候即使沒有做出違反道德或傷害其他人的事 我們都會感到內疚 例如我們可能會對父母的離婚而感到內疚 對於沒有幫朋友出貓而導致他考試不合格這件事 而感到內疚 對於向一個對你很差的伴侶提出分手而感到內疚 又或者對於自己成功獲獎而我們的朋友失落獎牌而感到內疚 當我們不是因為自己做了違反道德的事感到內疚 請你不要跟任何人道歉 或者去試圖彌補令到你內疚的事 反而我們可以嘗試改變一下身體姿勢 挺直條腰,抬頭挺胸 自信地去面對令到我們內疚的人和事 我們亦都可以嘗試跟人保持眼神的交流 並在說話的時候保持鎮定和清晰 下次當你感到內疚的時候 不妨嘗試了解一下這個感覺背後的原因 並且用剛才提到的 與內疚情緒相反的行動來管理情緒 我們在未來還有其他關於心理、精神健康的影片 如果你有興趣,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感謝啦 - 敬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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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